好 另外來看到是近期平權說台灣有民眾前往柬埔寨等國來工作 結果遭遇詐騙事件 包括在網路上流傳了一個刑事例 這是一名台灣女子受困在柬埔寨脫逃不成 就事後遭遇到連續性侵 另外也有男子遭到強摘器官 限制抽血差點要喪命 為此航警局協同了刑事局 是在桃園機場來編排關懷提問 還有攔阻勤務 想不到今天凌晨呢 我們記者也直擊到 航警是及時攔阻一名準備前往柬埔寨求職的旅客 就怕是被詐騙多名航警守在桃園機場一一詢問 畢竟已經有超過千名台灣人遭到誘騙到柬埔寨打工 其中有高達90%的人至今都沒有回國 但部法集團用的話術幾乎如出一策 還好上機前遇上航警把關才沒有讓對方得逞 只不過近期也有民眾發現前往柬埔寨的班機 不管是往返商務廠上都有很多滿身刺青的台灣人 懷疑會不會是車手恐怕要到國外工作還是要提高警覺 然後原區的老闆就是聽到我們要走 結果他就拿那個電機棒做樣子給我們看 然後就是開始打那個我們其中一個人 逃不出煉獄的人求 若是男的親者遭到施暴 還有人被抽血強災氣管 至於有被害女子曝光恐怖行事例 就是遭性侵再性侵下場淒慘 但近來在臉書上看到這樣的真材廣告並不陌生 除了高薪還有免費出國包吃包住 吸引年輕人加入 尤其碰上疫情 許多人因此失業 在高薪利誘下更容易誤入陷阱 看詐騙集團的手法 有高薪工作海外代購以及親友團 其中最難防範的恐怕就是身邊親朋好友 雖然警方已經陸續逮捕 在臺灣勾結海外人蛇集團的黑幫分子 但終究只是人口泛育思路的冰山一角 年輕人異地掏金 不僅是夢一場更是惡夢的開端 今天綜合報導 沒辦法 在演出 我自己 зем為